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子筛吸部饱和后 通过抽真空降低吸部器压力 使被吸部的气体损分从分子筛中解析出来 分子筛得到再生 吸部器通过加压吸部降压解析循环工作 从而连续得到高纯度氧气 VPSA制氧机相对于PSA制氧机的优势 VPSA制氧机与传统PSA制氧机的工作原理十分相似 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区别 一 原理上 VPSA采用低压吸部真空解析 PSA是加压吸部长压解析 二 设备配置上 用古风机代替了原有的空气压缩机来获取空气原料 真空泵使整体设备能连续吸氮采氧工作 并将原来的费时钠分子筛改用为锂分子筛 这种改变带来的变化是 VPSA制氧系统中的压力要远小于传统的PSA制氧系统 约为普通空气压缩机的十分之一 而单机产气量却能达到7500-9000NM3H 相当于PSA制氧机产气量的30倍 三 制氧成本上 VPSA制氧机每制取一立方氧气的电耗不过0.5千瓦 比传统的PSA制氧机低很多 具有节能减派与低碳环保的优势 CAVO300系统配置是一种 CAVO300系统的主要配置有 压力骨弓机 吸附罐 真空骨弓机 除氧罐等组成 系统示意图如下 CAVO300系氧机统参数 氧气流量300牛每立方米每小时 氧气纯度大于等于90% 氧气压力10千帕至20千帕可增压 CAVO300系氧机只需前期一次投入 就能实现持续 高效 低成本的用氧需求 它改变了长期被人所诟病的制氧设备的能耗高的问题 是企业未来制氧 用氧的选购新趋势 作为CAVO300核心技术的VPSA制氧技术 是一项重要的低碳技术 它十分契合我国所力推的绿色低碳 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发展大目标 相信随着VPSA制氧机的应用普及 会给我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积极影响